快看男人正带着自己的小姨子 在本市最豪豪华商场购物 因为穿着普通 被服务员瞧不起 要求离开商场 哎 穿成这样 我们店里的衣服 你消费得起吗 你怎么把衣帽吃的 还让女人去自己出头 真给你们男人丢人 还有你呀 什么眼光 他这一身地摊货 也好意思出门 眼瞎就算了 我穿什么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 你穿成这样 拉顶我们店的消费档次 请你立马给我滚出去 吵吵闹闹的怎么回事 就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 商场的经理闻声而来 谁知商场经理也是视力眼之人 他看小伙和女人穿着普通 不分青红皂白 让其快快离开商场 人精滚吧 没钱就别在我们店里瞎逛 哎 养老 养老 就在小伙和女人 打算离开商场这时 迎面来 碰到了国内第一的设计师 同时也是商场老板的养老 在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后 养老看了看身边这对男女 一眼便把目光放在了 男人身上的白色外套上 原来男人身上所穿的这件外套 是由米兰顶级设计师设计的 价值十个亿 那么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一件普通的上衣 就价值十个亿 原来三年前血育之主 林凡遭手下人背叛 意外受伤流落荒野 被苏家之女苏清禾相救 并帮她保住血液性 三年后 林凡一边引申苏家 调查三年前的真相 一边报答被她错认成 恩人的苏薇薇 不想苏薇薇看不上 隐藏身份的林凡 多加羞辱 林凡也在机缘巧合之下 知道了 就自己的另有其人 林凡刚开始以为 就她的是苏家大小贱 苏薇薇 所以隐忍装作一个 有病的坠序 入坠到苏家 奈何苏家 对她百般羞辱 洗脚了 你想踏死老娘啊 要死的人了 要是浪费 你最好还是早点死 到时候保险赔偿 我们越多越好 苏家大小贱苏薇薇 还以为林凡大病将至 给其买了高额的保险 不仅想让其早点死 从而获得高额的赔偿金 还当着林凡的面 和别的男人 当面乱搞 一起羞辱林凡 谁上来了 狗东西 还要活着呢 你们不就俩太过分了 你也对我欺费打击吗 一个名目着 哪个野男人勾打 你有什么资格 对我评论 刘伯儿 你怎么越来越少了 讨厌 我们走吧 贵为血液之主的林凡 财富人脉实力通天就算 在苏家遭受如此屈辱 也没有离开苏家 就因为他以为三年前 救她的是苏家 大小子苏薇薇 祝生 你归为血液之王 为何要委屈自己在苏家做罪训 苏家人对你非大吉吗 极尽无辱 你何必再这样 苏薇薇帮我找回了血雨心 还救了我的命 她对我有了 可是 那是我自己的事 你不必重远 是 姐夫 你要轻身啊 姐夫 等等 姐夫 这么晚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姐夫 你病这么严重 要不先回房休息吧 姐姐今天不在 有我照顾你 姐夫 你快喝点水 同样是苏家的女儿 一个那么无耻 一个又这么善良 赶紧把人带走 既然你早晚都要死 那还不如我早点帮你去 你死了 这保险金啊 就归我了 苏家大小姐苏薇薇 为了拿到保险的高额理赔金 竟想着 绑架林凡 设计杀掉制造意外死亡的假象 骗取高额的理赔金 幸好这一幕 被苏家善良的二小姐苏清禾看到 尾随姐姐 从而就出了男主林凡 苏清禾把林凡救出后 两人就躲在了苏家仓库之内 就在无意之间 林凡看到了苏清禾手上的印记 才知道 原来三年前救她的并不是 苏家大小姐苏薇薇 而是苏家的二小姐苏清禾 三年前救我的三年前救我的不是苏薇薇 是苏清禾 姐 姐夫 你醒了 清禾 三年前你是不是救过一个人 然后还给了他这个 三年前 我确实在山脚下救了一个戴面具的男人 还把这个手链还给他了 怎么了 姐夫 就在此刻 林凡终于知道 三年前救她的人 是苏家二小姐苏清禾 狗男女在这儿干嘛 我就是说嘛 苏清禾为什么这么关心你 有了早背着我在一起 也种 少在这儿学过分 谁不要脸 联合别人 谋害亲夫杀夫骗宝 你这个瘟囊配 还好意思说 天天吃我们苏家的 喝我们苏家的 和太久的老公 你别乱讲 我跟林凡哥是清白的 你这个贱骨头 给我闭嘴 我今天要好好收拾你们 不得了了 林凡 你居然为了他打我 以后你再苏家 没好日子过 你这个废物东西 今天长本事了是吧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真当我许子红是白色呀 来人 你都是个要死的人了 还不消停 你给我等着 这巴掌 我迟早收 行 我等着 两分钟 给我来苏家仓库 还在这儿装呢 我告诉你林凡 今天谁敢来 就他们弄谁 点击下方链接 看完整剧情